0403地震冲击花莲的经济还有基础建设 花莲县府持续推进灾后复建工作 而花莲县长徐真伟 今天陪同行政院长卓榮泰 以及相关部会人员 上午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听取简报 了解太鲁阁灾损情形 以及抢救复原工程进度 现场选委表示 0403资金与政府断 无论是书花改或是铁路 都是花莲仅有最重要的连外道路 这些基础建设 联系着花莲乡县的升级与安全 而在21号台铁路死事件 加上台八线危险路段交通管制 再次凸显花莲面临交通问题 严重性以及击破性 现场表示 真的不晓得东部居民要回家 到底什么收入 他严正呼吁中央 证实东部的交通权利 给花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连这个台九线没办法走 到现在台风季节又要到了 三不五十强降雨 极端的气候 我真的不晓得 东部的交通到底 住在东部的居民 或者是全国的人要回家 我们要去西部返工 我们到底能走什么路 我们到底有什么路可以走 我们再讲上空运好了 空运现在台北花莲 台北高雄台北台中 那一个礼拜才几班 而且那真的不是一个 日常往来的交通 的交通的运输方式 我想昨天 昨天无论是脸书 或者是所有的媒体 大家都觉得 花莲人怎么办 东部人怎么办 所以今天真的谢谢院长 能够再一次来到花莲 无论是关心我们现在 已经开始重建附建的 这些的进度状况 绿博文协表示 林志定山花莲地震 台八线中横公路 东段后续修复 以及附近部分 今花莲新政府努力争取 其中已经核定 9.58亿元 列管沿线边坡保护 以及民隧道新建工程 希望工程单位 能够尽快有效率 完成各项工程 中央地方七所同心 保障民们应有的交通正义 让重建工作更加完善 记得久不久不久 了 非常好 很明显 好